M43 4000万像素你觉得有可能吗? OK,今天是一个关于OM的谣言 这个机器目前的消息是非常不明朗的 但是为什么要说呢? 首先它的时间是比较宁静的 其次是最近我自己在换M43系统 本来就要下单了 那么看到这个信息 我觉得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最近M43和APS-C的机器发的比较频繁 如果说你对M43没有兴趣的话 这下视频你就可以直接滑走了 大家好,我是七叔,一个摄影号者 也是一个商业摄影师 内容创作比,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哦 国内一般情况下是很少有相机的谍报 的确我在很多M43群里面 包括的论坛上面 包括国内网站上都看到了相关的资讯 难道是国内的厂商已经收到了这个代工的需求吗? 所以说就会有一些资讯爆出来 那么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就比较奇怪 如果说是代工的话应该会更早一点 当然我在网上看到关于这台机器的报道 更早一点可能3月份就有了 那么最近的话5月底 6月初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多起来 毕竟是一个7月份要发布的机器 这个机器很显然的话 它不会是一M54的那样的机器 它大概不是复古的机型 所以说很多人会犹豫 我要不要继续去等54的发布 或者考虑买一下E3或者EX这样的机器 那西洋品与OME1来说呢 它的优点和特性呢都比较的全面 但是价格呢要便宜非常多 OME1这个机器的确是非常好非常棒 但是这个定价的确是很多人没法接受的 那对于一些专业用户来说呢 它价格的确非常便宜 它就是买一颗镜头前就买了一套系统 但是如果说是对于一些普通用户来说 这个机器的价格真的有点吃不消 那么有很多小伙伴肯定是希望得到一个 和OME差不多的机器 但是砍掉一些自己用不上的功能 那得到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 OME System这么频繁的发布新的相机呢 我觉得很大一个概率就是 想要更好的利用好这一波OME之前的热度呢 大家看到一台哇 ZAMO GUID M3机器出现了 那对它有很多的讨论 那这个时候迎接着这个对于GUID的讨论 来一台便宜的机器 是不是就解决了很多用户的痛点呢 那我觉得很有可能它就是这样一个战略的考虑 但是这个机器大概率是不会有2084字样了 这次是正式的要使用OME System的字样 所以说为什么没有比较详细的信息 因为它真的没什么信息可以给你 它就是拿OME来改一改的机器 相比于老的相机呢 它的高感表现以及动态范围肯定都有提升 当然它用了新的CMOS它必然会有提升 但是有些性能会下降 可能它的一些核心部件会换成老的 比方说处理器啊EVF啊屏幕啊这些东西会做一些简配 这样来控制整个机器的价格 还有一点非常我不能理解的传闻 就是好多人传这个机器是4000万像素 M434000万像素你觉得有可能吗 这个东西做出来 如果做成全画幅就快1亿像素了 我觉得不太现实这个像素密度太高了 我会冒险去做一个这么新颖 或者这么挑战的产品 其次做出来的话未必能扭转市场 你说一个M43把像素密度做这么高 白天可能还不错 晚上彻底挂掉 这个机器卖给谁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4000万像素应该也不是空穴来封 那我估计是一个闪电阳阳乐的模式 也就是说它的像素没有非常高 但是可以通过CMOS的很高的读取速度 很快的实现一张照片的合成 这样子你就可以像日常拍摄一样使用这个功能 无论是在白天的时候还是夜晚的时候 都可以获得比较高度像素 和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高感表现 OK 以上就是关于OM的一些谣言 那么对于正在犹豫是否要入手OM1的 或者说其他M43机型的用户来说 特别是摄影档 那你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机器了 除了这个视频在我的主页 还有更多摄影器材、摄影教程 以及行业动态资讯 我是能白胡说七叔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哟 med出品 寻自信 打 没有 有 有 应ello